今天到我们的仓库啊 这是我们进原料的一个仓库 这是我们负责仓库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磷酸二氢甲 因为我们负责的基地特别多啊 包括给我们合作的基地 然后我们都是直接从厂家进的原料 这是磷酸二氢甲 这氨基酸 小三甲 然后糖春钙 因为目前我们用的农资产品呢 都是由原料厂家提供原料啊 然后再有这个织技厂家 农药和农资肥料织技厂家 生产成成品的肥料或者农药 然后再到代理商 再到零售商 再到农户当中 所以这样通过层层的一个关口啊 然后就造成了这个农资产品 这个价格非常高 如果像好朋友咱们种了一点地啊 那你肯定是用这种农资还是无所谓啊 特别像像我们这样 本身自己的基地用的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我们合作的基地 所以每年的农资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就是在农资这一块呢 都全部和原料厂家去对接啊 而不是并不是农药厂家对接啊 农药厂家这一块还是原料厂家的下游的 直接到原料厂家 你用于啥呢 你好比是硝酸钾 你咱们用的水中肥 无非就是淡磷钾加一些中微量元素在里面 它原料是什么 原料都是硝酸钾啊 是吧 或者是零酸一干的 那么我们直接就是找到原料适量的棋呀 零酸一干的棋呀 硝酸钾的棋呀 硫酸钾的棋呀 或者是那个零酸二清钾的棋呀 氨基酸的棋呀 是吧 我们直接把原料拿过来就行了 拿过来以后我们自己进行付费 这样情况下能收一半的钱 因为这个种植的话啊 你能把这个种植成为降低了 那么你的利润也是提升上去的